大家好,我是懒洋范范 今天分享一道非常适合初秋这个季节喝的广东亮汤 这是一条排骨,首先把它清洗干净 还有一些新鲜的鸡脚 先把这个指尖剪掉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鸡脚和排骨冷水下锅 放几片姜 一点料酒 也要把它煮出水沫 煮出水沫后把它捞出来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一个砂锅里 放入两个蜜枣 姜片 橙皮 几个桂圆 然后把清水加满 盖上盖子先煮15分钟 15分钟后把胡萝卜倒进去 然后盖上盖子 接着煮15分钟 然后再把板栗倒进去 再盖上盖子煮30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打开盖子 然后把上面的这层金灿灿的油给撇掉 放一小勺盐 这样一道非常适合初秋喝的广东亮汤就做好了 看一下这个板栗粉粉的真的非常好吃 放了这个板栗进去煮 这个汤的味道真的非常浓香 盖一碗出来就可以开吃了 看一下这个汤真的非常浓郁的 刚刚初秋喝一碗这个汤真的非常舒服 喜欢的就试一下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